10月11日超级英雄电影《雷神2》《黑暗世界》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片中饰演雷神弟弟洛基的演员汤姆 希德勒斯顿亲临北京宣传造势 与来宾们畅谈影片台前幕后的精彩看点 主播方也为他送上特别版的洛基拳杖 令他大呼意外 发布会现场汤姆还透露就是自己第一次来中国 被北京的深厚历史所折服 热情的中国粉丝也让他印象深刻 他还在现场开启玩笑 丝毫没有大牌驾到的架子 感觉稍微问了一下说大家介不介意他把这个夹子脱掉 很明显从大家笑容上面是知道说一点都不介意的 要崛起袖子啊 准备应战了 前面有小小小的连衬衫也脱掉 发布会现场汤姆还收获了比例为1比6的珍藏人偶 与明星本人如出一辙 据悉雷神2黑暗世界将于11月8日在北美上映 目前也已通过审查确认将引进内地 搜狐水娱乐播报北京报道 上网各号的需要开启使用 大家好,我是龙斗里奇